国会改革法案现在进入了这个延长赛 变成了复义大战 蓝军要掀开造谣的真相了 主要是国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 这个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他们现在看起来有点不甘心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立法院长韩国瑜 柯建民说这个韩国瑜不公平 然后还说什么问题都在韩国瑜 那对于这件事情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 他则是认为民进党最近发动攻势 明显是把矛头对准了韩国瑜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罗志强他怎么说的 那罗志强说这个反国会改革 这个护威权独裁 民进党把这个矛头对准了韩国瑜 同时罗志强他认为 民进党就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跟侧翼联合来造谣 同时他也指出了 民进党没有办法像过去八年一样 在立法院所这个为所欲为 所以呢就把矛头就对准了韩国瑜 猛攻韩国瑜 尤其你看到韩国瑜是严守意识中立嘛 不会呢跟柯建民搞这个乔家大悦那一套 那同时罗志强说这民进党呢难以这个事事称心如意 就把韩国瑜当作剑靶发动黑韩产业链来攻击 那韩国瑜为了维护朝野的和谐任劳任怨呢任他们毁谤 但是不代表是任民进党胡作非为了 那另外一头呢这个叶元之跟王定宇两个人也因为国会改革杠上了 为了什么事情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动用警察权呢 两个人现在是隔空互杠 好那主要是这个那个王定宇呢 他是指称这个说叶元之啊怎样说他什么这个呼吁要动用警察权 好但是叶元之马上跳出来这个打脸王定宇 这叶元之说是什么样的人会恶意把建议请警察保护韩国瑜扭曲成 请警察驱离立委或驱离民众呢 好你到底是中文不好还是深信喜欢造谣 这个人就是台南深绿选区扛霸子民进党网军的最爱王定宇了 好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 这个燕姿很生气嘛就杠上了这王定宇 那同时呢这个他也表示 他说爱造谣的王定宇呢被打脸之后还要动用网军来带风向 想要为自己洗白人格扭曲 好是喜欢造谣煽动社会对立的立委 应不应该被罢免呢 好那针对这件事情呢这个王定宇目前还没有回应 但是两个人的这个之间的这个战火恐怕不会停了 不过针对这个国会改革呢 其实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双方已经动起来了 包括了民进党中央他们已经这个下令要启动 让青岛飞全台的一个的这个活动 要飞出台北的一个活动 好那国民党方面呢他们也表示 这个22要到22线市去宣讲反制 首场就选在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了 好那针对这件事情呢 就你看到国民党也动起来嘛 他们是不希望让民进党单方面来扭曲造谣 对此来劳科又有意见了 柯建民批评了 蓝营这些人是在反民主 最好蓝尾都站出来 不要遇到罢免的时候就通通躲起来 罢免升起每一个人都在推卸责任 都在逃避 不管是什么 何志恩啊李渊秀 大大小孩啊 全部付的 大家退而退去 韩国瑜也要落跑 也要假装是 他是一个中医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姓名的 当罢免升起的时候 昨天就看到很清楚吧 没有一个人敢进来表结其所吧 但是呢国民党有这种义勇军 他们组织先导团来对抗民意 我们非常期待 就是说自认为他的名义基础很牢固 自认为他在重选回当选的人 勇敢站出来 当然我当然点名很多 还有一个月延师也是一样 太多人了 反正这是新进来的 很廉价取得权力的人 因为靠蓝白河这样一个势头 但这个势头不见的时候 我不相信你们还用挺的腰 还弄在指东 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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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西的 请免大家 挺的腰杆 全部一排人 全部站出来 这个是 历史上 最坚强的 反民主宣告团 好 看老柯说这种话都忍不住想扑自己笑 他们自己以前就可以 人家现在你们就是立委席次没有比别人多 然后你就耍赖赖皮 好 这就是民进党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提供给您了 哇塞 天哪 我真的只能说 很多事情 你看到他们所谓的标题 真的不是真相 比如说 最近呢 这个刑事长卓龙泰 他礼拜五的时候到立法院来备询 那立委高金素媒 他在质询的时候 说出了 我们习近平 好 这几个字 就马上被绿媒拿来大做文章 而且呢 绿媒还说这个高金素媒被网友踏罚 表示说 不小心说溜嘴了吗 谁跟习近平是我们呢 完全不演了吗 但是大家冷静 我告诉你 网友也有人留言 他说 哇 天哪 比较民事里的人 或是看过全部内容的人 就会批评 三明治真棒啊 懂得下这种标题哦 够耸动吧 对吧 还有网友说 哇 真的是造谣无底线 NCC在哪里 要不要罚一下假新闻呢 那有网友留言 塔绿班 是不是中文很差呢 好 到底 高金素媒 当时 他怎么会说出 我们习近平 这个 是我们习近平这个 他怎么说的呢 我们带你一起来 回顾整个过程 这个会期开议以来呢 为了国会改革的法案 立法院的内外 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在立法院这里工作了22年 我跟所有的委员都知道 法案从提案 一直到通过 我们一般都是依照立法院的 意识规则在运作的 过去呢 就算发生过朝野攻防的情况 都还能够依照民主的原则 协商 妥协 然后在这里表决通过 但是呢 这次却不一样 因为在立法院席次比较少的民进党 他在议场之内看一下照片 简单 粗暴的把国会改革的法案 抹黑成黑箱反民主 抹红成国会香港化 没有任何证据 就可以指控国会改革的法案 是习近平指控 是我们习近平这个要求韩院长 还有傅昆琦要来干的 然后柯总招呢 他还预告了立法院会发生 史上最严重的冲突 而赖清等总统 他要聚集在立法院外面的青鸟群众 守护民主 柯总招他又号召了这些青鸟 要飞到立法院来 一场外面的黑熊部队 更是直接了当的喊打喊杀 行政院对立法院的国会改革 提出了复议案 七个理由被时事评论员 陈凤馨批评论 他说是三个谣言 四个口水 他也痛批行政院说谎造谣 卓荣泰已经没有公信力可言了 陈凤馨他更批评了 从行政院复议案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卓荣泰背后除了得意志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这三个谣言跟法条的内容 是完全违背的 可是他可以在行政院 提出来的理由当中 列出来拿三个 一个说是 无差别调查民众 听证范围广泛 对不起 听证这件事情 首先就要经过院会 你要先针对某一个事情 然后接着愿不愿意组成 听证小组 经过院会同意了之后 才能就这一个听证范围之内 然后去围巡或者是谈 或者是请大家来报告 这些相关的这些事情 所以什么叫做无差别呢 这就是一个谣言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谣言 因为你把条文一拿出来对照 你就知道这就叫谣言 第二个谣言是什么 说藐视国会定义不明 故意扩大立愿职权 对不起 藐视国会这件事情 在各国都有订定法律 他其实都有执行的案例 而且藐视国会这件事情 同样的也是要经过立法院 院会通过了之后 其实才有有关于 送到司法单位去调查这些事情 所以他最后的认定 是司法单位来认定 而不是说我立法院 然后决定什么就是了 第三个叫做 怀疑官员虚伪陈述 就可以刻以形成 这怎么可以制造谣言 到这样的程度 因为条文规定的非常的清楚 里面是如果怀疑 确实怀疑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办 怀疑的情况之下 就大家讨论 讨论完了之后 通过了之后 移送地检署去查办 对不起 在这里面立法院 没有办法决定说 这个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是要由检察官办了之后 然后看他要不要起诉 起诉完了之后 法院还有三审制度呢 所以这整个的法律的严谨性 各位哪里是立法院 说了算在行政院 所提出来的理由当中 说谎造谣到这样的程度 你觉得卓荣泰 还有公信力可言吗 卓荣泰就是一个傀儡 你知道吗 在那边被人家玩弄的 一个傀儡 那我讲完了三个谣言之后 四个口水战 就是其实都是跟程序有关 就是他到底没有实质讨论 然后他这里面有没有违反程序的问题 然后后面有关于什么违宪的问题 同意权的问题 请问一下这七件事情 哪一个是行政院来执行 哪一件事情由行政院来执行 请问一下他哪里有什么至爱难行呢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你把一个谣言作为理由 去抹黑立法院的时候 你就是制造朝野冲突 而这个朝野冲突 这笔账当然算在卓内阁的头上 当他要用这种方式 来对待立法院所选出来的新民意 而我们就必须要看穿卓荣泰 他所代表背后的那个德意志 除了赖金德的意志 他根本没有任何想法 太阳心全校克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